再来关心的是台湾人口结构破天荒出现了女多于男 可是薪资上却还是男高于女 因为主计总处去年统计女性的平均薪资比男性少了16.6% 另外公家机关的高阶主管只有不到三成是女性 同工不同酬似乎还是女性职场上的一大困境 台湾迈入女多于男时代 不过在职场上男女却没有相对平等 根据主计总处资料显示 民国101年男性平均薪资5万多元 女性薪资4万多相差约16.6% 等于女性每年要多工作61天才能追上男性薪资 人银行业者问卷调查也发现 大约有五成女性反映同工不同酬情形 做同样的工作但薪水比男性少 那有34%的朋友觉得说 升迁有一个玻璃天花板 就是说它是透明的但是你又升不上去 男性可以碰到升迁的时候他比较好升 那女性就受到一些影响 公家机关也有男女主管比率差异现象 考试院统计显示 女性占基层公务员比率最多 但高阶主管只有两成八 显示出只等越高女性越少的趋势 不过人银行业者认为 男女性主管比率高低差异 还是要看产业别 像是彩妆或是服装产业 反而是女性主管居多 彩妆啊服装啊造型设计这方面啊 就是女性不但是就业人口很多 而且呢高阶主管也都是女性为主 那另外呢像是在餐饮服务业方面啊 其实女性就业人口也非常多 不过到了管理阶层主管方面 可能还是以男性为主 现在职业妇女虽然越来越多 但女性可能因为生儿育女 有一定比例暂时退出职场 重返职场后 其新生前机会也较男性少 看来男女职场阶层和待遇不同 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改变 雨电TV文费肖博青特别报道 现在照片里面有多好多